怎么样把它变成影片 如果各位有大量的照片 要把它变成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加上配乐 加上前面有一个开头 比如说写一些字 这是什么项目 然后一个The End 就可能跟拍电影一样 那中间你也可以 加上一些什么转场特效 那要快速完成的话 皮卡莎绝对是首选 怎么说呢 它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 开起来之后 第一个它会 它很多说 它第一个会问你说 要不要帮你搜寻 你整个硬碟里面 有没有相片 那我建议是不要 为什么 因为它很花时间 而且它会一直找一直找 只要你有什么相片一放进 它就帮你找 那可是你不要 你如果说不希望 它帮你找的话 建议第一个 第一步请你到这边 工具里面 它有个叫资料夹管理员 第一步请你把 就是呢 我的习惯这样 把那个资料夹管理员里面 资料夹管理员里面呢 说要打沟通都取消 或者是有什么呢 永远扫描 把它改成叉叉 这个也改叉叉 这个也改叉叉 通通通都叉叉 然后呢 按一个确定 通通把它叉叉掉 那现在呢 先让这个皮卡莎 全部都不要搜寻 那搜寻呢 好 再进来一次 只搜寻哪一个呢 只搜寻你要的部分 那你要的部分呢 我的东西在哪里 在桌面上 桌面上哦 有这一个叫做 箱子装所有家具 这个资料夹 里面的 还有个资料夹 就这个资料夹 就是呢 你把 你要的部分呢 扫描一次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不会浪费时间 在那边一直扫描 一直扫描 一直找 OK之后的话呢 就只有打过一个 就是你要把相片变成影片的资料夹 选起来 那因为我是放在桌面上 所以我就找到 找到之后的话呢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呢 他就帮我放进来了 接下来我要把它变成的影片 很简单 选他 就是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你可以按什么呢 选他按Shift的键 再按最后一个 好 就是多选 Shift的键按住呢 头到尾 就整个选好了 选好之后呢 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叫建立 建立电影 重选项就好了 所以第一部 资料夹管理员 第二部呢 选建立电影 重选项 就好了 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影片呢 把它选起来 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很聪明 自动呢 就产生我们要的 你会发现 就已经是个电影了 差在哪里呢 封面 封面 这个第一张的这个 封面 你要不要去做变更 如果要变更的话呢 这边一定要投影片 里面有文字 你可以怎么样呢 去更改里面的文字 还有字的什么 大小 你可以去更改 那字的颜色也可以更改 颜色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黑色的话 你也可以去换一个颜色 这么多颜色 可以自己去变更 看你喜欢哪个颜色 就点哪个颜色 OK之后的话 字的放大缩小 这边都OK 还有范本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范本 自己再去调整 好了之后的话呢 最后 再拉到最后面 最后面这边呢 我希望多一个什么 The End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这边有一个叫插入 新增一个文字头影片 那把这个地方呢 打一下The End 好了 The End 就是让user知道说 让观看者知道说 已经结束了 那字的大小 稍微再放大一点点好了 OK The End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就是已经完成这个影片了 那如果说你不调整的话 你如果说你觉得 你要大概播放一下的话 你可以把它拉到头 从头播到尾 有没有 它就出来了 然后 中间的话呢 每四秒钟 那你会觉得 老师它四秒钟太慢了 怎么办呢 这边有个什么呢 时间有没有 你可以调整 如果你要一秒钟的话 那就这样子 它播的话 速度就会快很多了 如果你觉得一秒钟太快的话 你可以再调整 这个部分的话呢 自由调整 那尺寸的大小的部分的话 就看各位 它标准是640 乘480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的解析度要很好的话 因为现在呢 YouTube已经支援最高1080了 所以你可以看后面那个数字 如果说你要让 你的相片的品质 非常的好的话 那你就用1080 那我是建议 大概中间值 大概720就不错了 你可以选这个720 那放上去的照片呢 不过它因为我这个照片本身呢 画质本来就没有很好 所以传上去 你会蛮有点点雾雾的 那如果你原来的画质不错的话 传上去也是应该是OK的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最后怎么样呢 按一下什么呢 YouTube就可以了 它会怎么样呢 志宝帮你建立好电影 并且传到YouTube上面去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配音乐怎么办呢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的 如果你不想要 自己再去找一个音乐党的话 你可以传到YouTube之后 在YouTube里面有个音效 音效里面呢 它会自己给你很多音乐 你可以从里面找到 你喜欢的音乐 就可以加上一个背景音乐 因为里面太多了 都免费的 都免费的音乐 所以呢你就做完之后 把它点一下这个YouTube 那因为呢 它这个软体已经跟Google做连结 所以呢 它会跳出要你登录 那个账号的讯息 所以呢我就直接在这边 输入我的账号 我的这个Gmail账号 然后我的密码 按一下登录 那这个时候呢 登录完之后 就是会出现什么呢 这个标题是什么 那你就这个好了 随便找一个 然后呢 要不要公开 如果你不公开的话 你就不要打勾 直接私人了好了 按一个上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先帮我们把那个相片 马上转成电影 之后呢 自动帮我传到YouTube上面去 哇 实在是太方便了 够简单嘛 应该就 支架甲管理员选一下 再选择你的相片 就完成了 OK 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应该目前呢 没有比这个还要更简单的 相片变电影的软体 应该这个算是 我看过最简单的 属于比较懒人等级的 傻瓜型的那种方法 可以完成